歡迎收看WTO姐妹會 前陣子呢有一個在台灣 娶了妻子的日本男生 做了一個調查表 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做了一個這個調查表 他覺得台灣女生有這些特徵 七大特徵 對 但是其實我仔細看過這七個之後 沒錯 我就是這樣 都滿合理的 沒錯 我沒有任何一個想要反駁的 然後譬如說他就說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台灣女生好像也有氣質 但是他說 他們盛氣凌人 吵架直接扯頭髮甩巴掌 有那麼兇嗎 我覺得各國女生都是這樣子 女生吵架扯頭髮 沒有啊 你們沒兇啊 對啊 那你太過了是直接 你腳要打出來 你說完全這樣子 女生吵架嗎 對 你再打 你看 然後還有這個他說 一出門妝就融光光了 所以幾乎素顏 因為我們天氣又濕 超濕 然後又熱 然後如果是冬天又愛下雨 而且是那毛毛細雨 撐傘 很奇怪 不撐傘又會 它裡面有一點 我是比較覺得奇怪 哪一個 走路外八超級大啦啦 對啊 超級大啦啦 外八是這樣耶 對啊 台灣女生要走 我們放鬆的時候都是這樣走 各國文化不一樣 所以會孕育出不一樣 女人韻味的樣子 你很會說話 對不對 你很棒 我們接下來好好的聊聊 各國人如何看待 我們台灣的女生 今天大家就實話實說 可是我覺得台灣女生真的是 就是能收 收放自如 個性 收放自如 你對她要兇有沒有 她比你還兇 你只要溫柔 我跟你講她溫柔到比貓還要溫柔 這種女人是最厲害 你沒有養過貓對不對 貓好兇 對啊 你這樣抓 可是 可能要貓溫柔起來的時候 溫柔慘 很撒嬌 很撒嬌 有很多媽咪你叫她來 她就 對啊 對啊 真的 對待男人就是要這樣 好 所以大家覺得台灣女生 有什麼跟別國女生 有比較不一樣的特色呢 是的 很溫柔 真的 這兩位都失禍 對 就是你缺壞的時候 沒有要隱藏的 沒有沒有 就是你跟男生第一次見面 沒得客氣 點一個大分量的有沒有 沒有 我第一次會收人手 真的 真的假的 慢慢放出來 慢慢放 可是我覺得為什麼 這個很討厭 為什麼 感覺 真的 因為我覺得一般 真的 你們看兩個 沒有沒有 你才過分吧 她都生完小孩還長這麼 我都不吃了 我太減肥了 不是 不然我跟你們吃 我又參加一天 台灣女生吃什麼 真的很恐怖 像早餐就是要吃 不可能 不吃早餐 鐵板麵 然後配奶茶 對 還有 我又血脫漿的 是奶茶 也更肥 然後就打公司 就工作 然後就十二點就是 要吃便當 然後便當 我又跟台灣女生 一起吃便當 我自己覺得很恐怖 因為 他吃便當 就會吃乾淨 對啊 不能讓便當 你好像一顆米飯 你都沒有 你知道什麼米的 你便當沒吃完 你是下輩子會再吃 你不要再下輩子 你在地獄裡面 要把沒吃完 生前沒吃完 你這輩子沒吃完 一桶你丟多少 你要吃多少 那個便當量很多啦 哪有 因為我每次吃不 吃不 吃不 你在點什麼 是真的 我上次看到 你吃兩個便當 你不要再講 現在講台灣女生 尤其我們的便當 三寶飯 怎麼能不吃我都 超好吃 而且我每次去點摩斯漢堡 我都要點兩個 真的 米哥真的吃不 你們吃得飽 吃不飽 對 米哥吃得飽 吃不飽 各位 我跟你們講 那個叫肚子飽 內心還沒飽 真的 你要吃兩個剛剛好 難怪因為 台灣女生真的很喜歡吃到飽 真的 因為吃到飽 這種我沒辦法 然後那個 下午還要可能 下午茶 下午茶 吃不飽 還要配雞排 配雞排 我現在我的公司有一個 台灣很美 一個台灣女生 妹妹的 然後每天跟我說 妳要喝飲料嗎 妳知道 我已經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但是我已經想過 但是她就說妳知道 然後就喝珍珠奶茶 我就覺得很厲害 然後我就下班了 好 現在回家之前 就是要吃晚餐 對 然後可能她去吃一個麵 然後要配一個蘿蔔湯 然後就 小菜啊 青菜啊 對 已經有一些青菜了 然後她回家 你們就是可能結束 沒有啦 要跟那個老公 或是等朋友 一起下班的時候 要不要去吃宵夜 然後可能去逛個夜室 妳知道逛夜室 很恐怖啦 真的 都是吃然後也不會 很好 好棒 或是叫外送 對啊 現在外送在外面 或是在睡前吃一碗泡麵 你不是愛淺酥雞 泡麵的湯 一定要免刺濟雞 免刺濟雞 怎麼會這樣 然後隔天 就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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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看啊 你們多好啊 吃什麼都不胖 你看我開個店 三個月而已 十公斤耶 真的假的啦 我才吃吃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耶 然後就你們 好好吃 沒有 那我跟你們講個秘心 因為剛剛小師 帶一件衣服來 然後因為穿不下 所以你是跟別人換了衣服 他剛剛穿那些衣服是粉紅色的 很像頑皮豹的衣服 剪掉 我剛剛停車在旁邊就說 老師幹嘛 我說 我也要換衣服穿不下 OK 除了台灣的女人 女生很愛吃之外 實在啊 你覺得我們台灣 有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特別 台灣女生真的 很愛照顧別人 對 這個是真的 這是優點 真的很特別我覺得 因為像 在肯定我幾個台灣女生的朋友 他們有幾個是跟外國人結婚 然後他們 外國人有什麼事情要安排 他們老婆們都會去處理 比如說有一個我朋友 外國人 他不會講中文 他要買茶的時候 他都打給他老婆 幫他點 就是買茶 你說走到手搖店門口 對 然後就給那個店員 我不知道 那他老公來台灣住多久了 什麼 他不會中文 我覺得我嫁給錯人 基本問題 我覺得我嫁給錯人 真的 你中文太好了 應該要嫁給台灣女生 如果你在荷蘭的話 如果角色互換的話 你們女生會這樣子 對荷蘭的人嗎 服務男生嗎 應該不會 我會覺得你自己哭也 不過都不會吧 多多也不會 今天我們也是一起 就是一群人一起去吃火鍋 然後那些台灣老婆們 他們都會幫他們老公 把菜煮好 然後繞出來 放在他們玩 就完全被副尾 為什麼 那不是小寶寶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也不懂啊 然後我就覺得 記錄啊 自己拿 台灣女生不只是 對他們老公很好 我覺得他們是 對 像我在肯定有一次 就是一直忙一直忙 然後沒有吃早餐 然後直接去工作 然後我那個 最好那個台灣女生的朋友 他就跑到我店 然後就 我有蔥爪餅給你吃 我就 很感動耶 真的 我覺得荷蘭的 我那些朋友也是很好 可是不會這樣子 就真的照顧你 就是貼心的地方 對 我在台灣 我真的有時候覺得 OK 我長大了 我自由了 我可以自己決定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 這個不是女生 我覺得台灣人很喜歡 控制你們 幫你決定 你要說什麼 真的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會 對 沒有 你老公不會理我 真的假的 對啊 都不幫忙 我自己不會 可是我一個朋友 真的 他是他男朋友 一回家 他男朋友襪子 就是一脫掉 然後他就會 幫他眼脫剪 然後 幫他洗內褲 這個是熟悉 什麼 可是他心甘情願 他說熟悉比較乾淨 然後就每天很享受 就是照顧他男人 那是熱戀期吧 沒有 他們在一起五年都這樣 我本來以為 把戲女生是很正常的 然後後來來台灣之後 發現好像 對 因為台灣女生真的太溫柔 然後很 我朋友溫柔嗎 有啊 就是 至少 就是 當然 可是我還是覺得 台灣女生真的很喜歡 提別人照相 時間過了 還是會 連續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是一個 因為渣男來 渣男來 我剛才不是 因為我剛才不是 宅男天堂 為什麼 宅男天堂 就是宅男的結論 是因為把男生給寵壞了 來 西田 唉唷 對不起 台灣女生很會復仇 復仇 真的假的嗎 我朋友的男朋友 在公司有小三 然後 因為結果他 直接去那個男朋友的公司 大叫大鬧 攤牌 對 還跟那個老闆說 那老闆 人很好 直接 男朋友跟小三 發壓掉 我覺得他們穿複仇是 比較直接 對 很直接的表達 但是直接去男朋友的公司 是不是讓我嚇一跳 真的很厲害 這個例子應該比較喜歡 因為我 他剛剛叫這個公司 你也有嗎 我朋友 幸好我自己沒有 我會選人 但是我一個外國朋友 他是跟一個台灣女生在一起 他們就是單純的男女朋友而已 然後那個 那個外國朋友他是在 補習班教書的 然後他有跟他女朋友 就是說 他最近有點不開心 有點在考慮到 要不要分手這件事情 那女朋友就跟他說 你跟我分手 我就隔一天去你 那個補習班 跟老闆說 你都 亂喝酒啊 喝酒去上班 講一大堆八卦 為了讓他被FIRE掉 就是讓他很大麻煩 就是要毀了他就對了 對 所以就是有點類似 對 的確有些女生是這樣 對 情緒 要情緒勒索 對 會讓你有那種罪惡感 可能你可能講錯一句話 他馬上抬頭就變了 就LINE上面抬頭 就副標什麼 死鴨子嘴硬 對 又在裝蒜了 對 你可以騙得了我 騙不了全世界 對 然後你看到那個很標準 你都會怕他 他應該 他應該不是在罵我 就常常有案子 做得要憑良心 是不是 對 常常會有人想說 是我嗎 對 那我得罪你嗎 對 如果你怎麼那句話 心有丟一下就是你 對 我覺得台灣人 甚至很會 你看常常他們的IG 會有剖一些 在影射誰啊 對 你不知道是誰 但是他們就是不高興一個人 對 然後就可以是這樣 對 很多很多 很會裝模作樣 有嗎 你不是說你很喜歡嗎 我不是說不好 我是說喜歡 沒有 就是譬如說 就是臺灣女生 有特別是一種節日 譬如說父親節 或是母親節到的話 全部都變成一個乖女了 都回到家裡 媽媽我愛妳喔 給她請客吃 對 還有一個抱抱的照片 我在餐廳吃飯的時候 看到就是母親節的時候 她是為了拍照 然後就是大餐出來了 媽媽就說 媽媽還不能吃 要等一下我還沒拍 然後媽媽笑一個臉 媽媽覺得這樣 所以我覺得都是好像一個 做給大家看 就是假掰的那種動作 然後就是臺灣女生 當然是以為會 也會認真運動的人 也會在 但是我去健身房的時候 看到 一個小時當中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不認真 超多這種 然後去車頭就是流汗 知道說 今天一個小時跑不好 好累那些 流汗要放這邊 對 然後一定要擠在這邊 好辛苦那種 臺灣女生很會做這種 然後本人都怕媽媽 對 我前陣子去爬山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女生 然後她就想說 背得很重 然後就想說蠻厲害的 她就在拍影片拍照 結果她手機一放下來 就把包包卸下來 給她旁邊那個男生 她就是要 對 感覺就是要拍照照片 現在自己可以 好聰明 很聰明 她才要帶一個男生 對啊 我們不能自己拍 我看到她男朋友就是 就是背很重 就是工具人 她願意吧 為了表演 那應該的 對 應該的 不敢直接 吊男生 吊男生 對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我覺得 台灣的女生 不敢給別人表演 她們也很想要 不敢表現出自己很想要 對 喜歡又不敢講 對 在國外 如果我去一個 也點一個酒吧 女生會來跟你講話 會說你叫什麼名字 你有沒有女朋友 這類會很責任 台灣不會 我覺得台灣的女生不敢 我覺得她們害怕 害羞 害羞 沒有害羞 對 我跟你說 喝醉了 自莫不厭 她們害怕給別人感覺 她們也想要 她們也射了 射了 射了 她們說 我們台灣女生很害怕 讓男生覺得她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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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台灣的女生的問題 對 因為台灣男生看日本的一片 對不對 日本的一片女生都說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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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一片 女生有看 西方的一片女生說 呃 禮物 怎麼會一樣 真的 日本是會禮物 日本是比較被動 對 外國是比較主動 對 是會主動的 西方都是 對 對 對 西方是 Oh No 她們一開始 你男生已經覺得 我 你選擇換裝神 不要 感覺羊鹿虎口的感覺 對 不一樣 不是 不是啦 台灣女生也會那樣 喝醉之後 也不會 被動啦 我們可能會放耳 除掉那個人 但是不會主動去 對 不然台灣的女生 因為其實眼神是很會釋放訊息 她如果喜歡你的話 眼神看得出來 她你看出來有訊息在說什麼嗎 趕快問下一個 對 你看台灣女生多厲害 來 Cody呢 那我覺得台灣女生是這個 對感情比較 這很好啊 對 我覺得是很好的事情 你覺得是跟哪個國家的比 我是跟美國的女生比 我應該說很多外國女生比也是 是啊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就是 比較年輕的時候 跟外國就是西方女生 高曖昧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我覺得會很複雜 因為他們會說 你不能直接對他們太認真 因為要不然他們會覺得很無聊 你就是感覺你參加比賽已經就贏了 你根本還沒開始就贏了 但是 所以你不要讓他們覺得你太有興趣 要不然就會覺得無聊 但是如果你對他們一點不認真 你太隨便的樣子 他們會覺得 你不喜歡我 那我就不要跟你怎麼樣怎麼樣 我不喜歡玩這種 就是要靠近你 但是不可以靠得太近 但是也不可以靠太遠 要再近一點 那台灣的女生比較 對我來講 比較不會這樣子 他們會覺得 我們可以先打個朋友 或者是先認識一下 然後再聊天一段時間 然後就可能說 我們試試看 我們要不要在一起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就是變成在一起了 還有西方女生也 另外一個是你可能 假如說你拿到她的手機 她的電話碼 你不能直接打給她 隔一天也不能打給她 要過兩三天才能打給她 為什麼 要不然因為她會覺得 這個男生太需要我了 那這樣很無聊 我才不要 感覺就是一種比賽的樣子 太難搞了吧 對 我也覺得很複雜 有這樣子 如果喜歡 沒有啦 沒有啦 可是不會啦 如果喜歡喜歡 你會一直等電話 但是他們會覺得 但是如果你就是每天見面 或者是就是 因為你很喜歡你想要 每天去約會 他們會覺得 看得太膩了 太膩了 太膩了 肌肉離那種感覺 欲心顧重 對 那個台灣女生 比較不怕說 我們還是 雖然我們感情 就是很像朋友 但是我們還是有那種 那種 慢慢高曖昧的樣子 然後就是慢慢在一起 我覺得太愛自然了 真的嗎 你到底是瓜小鼓 你說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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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就是我覺得 台灣女生很愛自然 就是 不管外表的自然 還是存在的自然 你真的是誇獎我們嗎 我怎麼覺得 這麼害怕 對 因為我大部分 看到台灣女生 幾乎我 的 一般的 如果說不是要去 就是 不管有沒有去請客 還是怎樣 就是 對 出門就是很少 都是用素顏 你們都是那種淡淡的 所以泰國呢 像 上上個禮拜 我的表妹結婚 你知道嗎 我以為她會跟著時尚 就是淡淡妝 飄飄亮亮的那種 夭壽 我以為她要去做台 不是 做台 很濃是不是 很濃的妝 好像我十幾年結婚的 一樣的妝 是畫完像一隻鳳凰走出來 對 然後你知道嗎 還要塞那個鼻 那個什麼 鼻影打鼻影 鼻影還要打得很重 夭壽 我看她這個年代 妳有照片嗎 等一下 化妝畫很像白鼻心的 這邊黑黑的 然後這邊白白的 可能他們覺得要 一定要 對 因為比較立體 但是拍照出來 你知道嗎 側面就是看到白白的 然後這邊很黑 對 就是我覺得 還是台灣的 是啦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就是你們覺得 台灣女生跟你們國家女生 比起來 有什麼優點啊 哇賽 這集怎麼那麼開心 我們是母親節的時候要哭 你們應該做 你們應該做 皇后的遺症 好 我覺得很期待當導遊 對 因為我記得我剛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在學中文 有一個交換語言的朋友 他下課就進我去那個 夜市吃飯 可是他真的很貼心 每次我們吃醬豆腐 我吃 很好吃 好 來 我們去吃蘆味 麵線 好 還有來 我們吃麵 真的 他給我介紹 就一個行程 對 那個台灣的美食 這麼那麼好 我剛剛到台灣 應該享受台灣的美食 我覺得很棒 而且我們剛剛講過 台灣女生很會吃飯 所以真的 一直玩了我真的吃包蛋 沒問題 我們現在去那個 吃豆花 對 都是吃的 OK 豆花 現在天亮的 所以 他很想要給我台灣 分享 而且跟台灣女生出過的話 也是方便是台灣女生 是出過多功課的很認真 對 而且多功課裡面的 都是去哪裡吃什麼 一定要去 去哪裡拍什麼 而且選擇很多 這個你不喜歡 沒關係我還有這個 對 對 台灣女生這不會是很厲害 非常得棒 很棒 我覺得台灣女生比法國女生聰明 真的嗎 我覺得真的 有嗎 我覺得真的 我是來這邊發現 因為我們太笨了 法國人太笨 你知道我們法國人會說 我們很獨立 我不要什麼 我不需要男生 我就自己考 我覺得 太累了 對 太累了 台灣女生太聰明 像就是他們會說 我不太會 你知道像 他不想煮飯 他說我不會煮飯 然後男朋友說出來 我說沒關係 我們吃外面 還是 我不會開車 好 在你 沒關係 我在你 我就負責開車 這個太重 我不會 我沒有力氣 我這邊都紅紅的 很重 沒關係 我幫你拿 對 這個叫防衛片吧 對 然後晚上 可能不想一個人回家 我說 晚上很黑 我不想回家 對啊 這個一定會 我要扁他 怕怕 怕怕 十幾歲還怕怕什麼 因為他們會假裝不會 但是其實他們很努力 很會 其實都會 只是裝不會 可是在法國 如果說你們搬東西 如果很重的話 你們也不會說 老公幫我一下嗎 不可能 不可能 假的 所以我常常搬東西 然後很多男生會說 我來 我來 我說幹嘛 我也可以 很笨 我這麼笨 但是我已經習慣這樣 不要這樣 我會覺得你幹嘛 你是我肉 真的 我們 所以我就會 很多男生會這樣 我說你 而且都是健身教練 你知道我那邊 他們就會覺得我會 我說我不會 你知道我自己來 那時候就太笨 真的 你們是聰明的 謝謝 那你有回去教育 你的法國的女生朋友嗎 沒有 他先從教育他女兒去 對 先是他自己的 女生不要太厲害 不要太厲害 你太厲害 你的男人就不厲害 不會 我後悔 我後悔 你叫什麼都不要會 對 剛來台灣的時候 不會開車 對啊 要載女兒 要回去 要送女兒 都是我們對不對 對 你叫男人沒有成就感 像我老婆什麼都不會 然後我超有成就感 我在我家跟劉德華一樣 對啊 帥 我們太笨 而且只要當男生做好之後 說謝謝你 真的 為什麼那麼厲害 真的 燈都換好了 好強 你會嗎 不會 男生就是要飛 對 他們真的很開心 開罐頭 來 對 對啊 太笨 寶大瓶也要這樣 打不開 對啊 明明就打得開 真的太笨 就這樣而已 我真的才笨 我兩個床 我從一個房間 放到另外一個房間 真的假的 不需要 放到這樣 然後自己來吹 等一下我跟你講 人生就是一場戲 真的 真的 就幫人家換老公是不是 不是 也很想 但是我也是跟你一樣 來不及都來不及了 不是亞洲 不是只有他們 亞洲好像我們也是這樣 沒辦法跟他們 太能幹了 不會 好厲害 不會 就是這樣而已 而且有時候這些好厲害 你用傳簡訊的 更不需要帶感情 就說好厲害喔 真的很厲害 謝謝你 不用帶太多了是不是 可以加點笑點 對 台灣女生 很有主見 好棒棒 對 比如說 我們男女七八個一起出去玩 然後那個 訂時間 那個地點 都是女生決定的 我覺得很棒 那個很棒 而且有些女生說 最近看到不錯的餐廳 集點集點去哪裡 我已經訂好了 我很快就解決 反而男生沒有用 真的 男生真的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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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有一次去墾丁玩 然後我們一起八個人 三個男生 五個女生 然後我從租車 然後訂民宿 然後所有東西 一手包 結果最後三個男生 都不會開車 我一個人開全程 帥帥帥帥 然後 他們那邊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因為所有飯店都說我訂 他們都說隨便都可以 只要到那個目的地就好了 所以我還要兼當會計 好累喔 會計才能賺錢 可是 從中A一點 其實 其實是台灣男生很聰明 他們明明就會了 但是他們假裝不會 像那個A 所以不會 那就是給女生去做 但是我覺得 台灣人的默契 就是男生會一部分 女生會一部分 對 我們也知道他們會 我說逼他他就夠 對啊 對啊 人生就是一場 沒有 又來了 又來了 所以你們相處都是套路 相處都是套路 再問大家認識 台灣女生之後 有沒有發現什麼 就是讓你真的覺得 很受不了的 我真的受不了 台灣女生 撒嬌 台灣女生還來 寶貝 我很喜歡 你可以買給我嗎 就是 應該喜歡吧 這個拜託給我 然後你說 好好 我買給你 他說 寶貝最好 我愛你喔 好玩 我受不了這種 裝可愛的樣子 有這麼不自然的人喔 對 我也覺得這樣 那你明明 你明明三十歲 你為什麼要假裝你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這個這種風格 我很不喜歡 然後我們美國女生 不可能這樣子 那你希望台灣女生 怎麼樣表達對你的謝意 就直接說你要什麼 或者你喜歡什麼 或者是像前面說 那個像你剛說 那個幫女朋友 開罐頭 開罐頭 那你就是說 你好棒喔 不要 你就說謝謝就好 我會覺得是沒必要講 就是 太多的稱讚 對 我們會覺得自己 已經有自信 不需要女朋友幫我們誇獎 那另外一個是 我不希望台灣女生 愛說那個 愛說老公 或是老婆 叫老公 你明明就還沒結婚 對 就是還沒結婚 或是結婚了之後 我說老公啊 你給我過來 老公 或老婆 我說不要這個 尤其是沒有結婚的 那如果叫 公公呢 這也不行 還有婆婆 對 這個都不行 這個超多的 對 你說Babe或是寶貝 連寶貝我會覺得有點太 就是太便宜 那如果叫Honey呢 Honey也是會覺得 Honey 我會覺得想一個年代的 那叫你什麼 那叫你什麼 就Babe或者是你可以說 Babe或者你可以說布 美國我們會說布 買布 就是也會加這個 對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 叫她的名字 不用說什麼 妳要布 對不對 布 你要換布布 不是 你這樣子 不會變得可愛 但是買布 你過來啊之類的 或是兩個人之間的暱稱 就是不要太耳爛的就可以 對 因為感覺你秘密 就是做做的樣子 了解了解 我同意 我全然不同意 我覺得那個 假裝可愛 是最同意 假裝可愛 我們是真可愛 她們是真可愛 她們是真可愛 這樣不行嗎 這樣不行嗎 莉馬框就是這樣 莉馬框 多多剛剛這樣 這樣可以嗎 這樣不行 這個我也不行 我覺得很可以 我覺得很可以 對 你們都是雞精 對 你們都會很開心 是那個 因為當然有一些人 可愛 你很可愛 謝謝 可是你不要 太可愛 我跟我說 我跟妳說 超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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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我跟我說 我媽媽來的時候 她是女生 她真的跟我說 為什麼那個老太太 穿Hello Kitty的衣服 有 她跟我一樣 大大老的 為什麼她穿 不會 或是 有一次 這個是真實話 我有跟妳說過 在吃的夜市 那時候還有路邊擋 所以妳可以吃飯 突然我聽 喵 喵 喵 所以我開始找 貓是下面有毛病 有貓啊 有貓啊 你是不是壓到他 等一下 所以我看喵 貓在哪裡 突然慢慢看 就是一個女生 賣那個 那個檸檬汁 所以她在說 很有名的 你好 可是 沒有 她說那個 沒有那麼討厭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說 不是 問題不是 不是 有一些人好可愛 有一些人 這個 不是自然可愛 我知道 你看她說那個 你好厲害 你真的可以這樣 不用 你只是說 謝謝你 對 謝謝就好 我覺得 超沒感情的 不需要人家棒 好 台灣人生喜歡怎樣 對 台灣人生喜歡 聽人家讚美 我也喜歡 對啊 至少都沒有感性 對 這樣子 不是 不是 這個我也贊成 這個我要講了 我的同事呢 每次講電話 接電話 你好 你好 這樣 然後我掛完了 那個拿過來 直接這樣 不一樣 能夠分裂 這個跟年紀有關係 好 是的 我們知道了 我們會 就是改進 好 是 謝謝你 我就 對外跟對面不一樣 對 這個 這個我能了解 就是客戶 客戶啊 對啊 這必須 必須的 不是 對 你不可能說 這個我能了解 但是 你是要客服啊 對 你可以正常一點的聲音 你看 好 謝謝 好 我知道了 很兇啊 很兇啊 你這樣講說 你這樣講說 你這樣口氣是我錯 不是 我知道了 好 了解 不用 好 是 就是一定要拉長 我也是真的 完全受不了 這種聲音 這種哇哇聲音 因為我是 都會經過肯定大街 然後那邊有 有固定的那些女生 她們用那種聲音 拉客人 很喵喔 進來看看喔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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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標準喔 我都在學她 好啊 我進去看看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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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一次開店 然後有一群女生進來 她們都大概可能二十到三十歲 然後就 就是 開始做她們的喝的吃的 然後就聽到 有個小朋友的聲音 然後就看 沒有小朋友啊 然後就繼續做 然後又聽到那個小朋友的聲音 好帥喔 然後我就 Oh my God 是其中一個女生耶 就是 有那個聲音 然後就 有那個聲音 就覺得 妳的朋友們不會想揍妳 她好像吸到笑氣喔 然後我就 我很好奇 我一直都很想問 這是真的嗎 這是real voice嗎 但是有些人 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被那個 小孩子的靈魂附身 好可怕 是附身嗎 她們也不知道 我覺得也是溫著在耳朵裡面 因為我覺得這樣 真的有娃娃音的人很可憐耶 對啊 像志玲姐姐就是啊 志玲姐姐就是啊 志玲姐姐就是娃娃音 她有時候想裝MAN 她也覺得 還有美照解釋 對啊 還有詹子晴也像 所以台灣人太多志玲姐姐了 台灣女生有的啦 不是每一個 可是也很愛拍照 到一個程度就是真的 很猛掉 真的 而且等於是到某一個地方說 我們來拍照 我就想說 到底要拍幾張 我有時候會覺得好煩喔 我拍照 一直拍 蛋腳來也要拍 燕腳來也要拍 真的 肉皮來也要拍 就點一堆吃的 然後先拍照 然後吃飯的時候 都冷掉了啊 對 心好痛 而且就說女先吃 她們就說 好妖喔 沒拍照 明明她很會 對 來人家拍 她私下是沒的 她很厲害 而且我也很受不了 有些台灣女生 就是我也是女生的人 她們就是準備 我們兩個一起過馬路 她就說 好多車啊 就勾著我的手 她們就講說 明明是 明明妳就長輩 我還大字 妳在怕車啊 我過馬路就過馬路 為什麼要抓著我的手 我也超受不了這種 我也抱怨我 今天好發洩喔 我覺得台灣女生 我很討厭 是沒辦法接受 不同的審美觀 因為呢 覺得一定要那個 兩隻腳都要兩顆壞子 那麼洗菜是漂亮的 那我覺得這個 跟剛剛講的不一樣 就是有沒有化妝 這個完全不一樣 因為像日本人 由來日本 就是不是很愛化妝嗎 可是日本人 還是可以接受 不同的審美觀 比方說以前不是很紅那個 109藍莓嗎 就是台灣還會有不同 純粹的漂亮 可是台灣一定要 從一個方向 只有一個模特兒 對 然後 如果你皮膚黑 你就不行 不行 然後一直被講 一直被講 你黑你黑你黑 就覺得 要 看款 美有很多種 對 不要只有單一 對不對 但我覺得近幾年 台灣女生有稍微好一點點 比如說我們會覺得 健康膚色的 也很漂亮 或是蜜大腿也不錯 對 然後太瘦也不好看 我的確真的覺得 女生太瘦不好看 太瘦真的不好看 尤其臉太瘦真的不好看 太哀呢 太哀沒有關係 女生還沒有關係 但男生我就不知道 真的 男生 又吸飛了 不好看 對 我們都很 對 而且 而且大屁股很好看 對 而且 大屁股 西方 西方比較喜歡 你們剛剛說 亞洲女生不喜歡大屁股的樣子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 因為你們剛剛說 可能肚子 你們會覺得肚子稍微大 但是如果你 沒有人在理你的肚子 所以你沒有擔心 可是如果你胸部不大 但肚子大和屁股大 對啊 你肚子大 屁股大 台灣女生很少大屁股 我覺得 都是扁屁股 有 不是這樣大 不是這樣大 對 我也是這樣 你說沒有胸部只有屁股大而已 然後站起來跟河馬一樣 你知道嗎 就是河馬 要上半身手 屁股那麼大 因為台灣人真的對屁股很沒有感覺 才會這樣 因為你狂 OK 然後要連一下 然後會立體 然後台灣人不立體 然後又不狂 然後就變一個 所以我們寧願集中 小翹 翹 是搶下 對 對 很嚴重 對 所以我們追求這個 公主兵不斷升級 外國人 好無奈 開始交往的時候 台灣女生本身的一個公主兵會出來 好 然後在一起之後呢 就是你是我的話 就是公主兵變成皇后兵 在家裡什麼都是你要來做 譬如說台灣女生 就是洗完澡 可能就是頭髮不太想要剪 她說你看到你自己剪 就不妨剪 就看到了就剪 對 妳看不慣就剪 妳看不慣就剪 我都沒有頭髮了 妳看不慣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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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台灣女生 就是談戀愛之前 很親切 很貼心 比如說 剛剛你覺得是 比如說你要吃東西 我帶你吃 但是開始交往的時候 台灣女生本身的一個公主兵會出來 我就是一個公主 對 然後在一起之後呢 就是你是我的話 就是公主兵變成皇后兵 在家裡什麼都不懂 就是都是你要來做 譬如說台灣女生 就是洗完澡 可能就是頭髮不太想要剪 那可能我覺得 那個頭髮剪的 妳可不可以要頭髮喜歡剪 她說 看不到 妳看到妳自己剪 就不妨剪 對 看到的人就看到的人剪 對 對 那個頭髮 我跟你講 那個頭髮剪 因為你剛洗完 你沒有感覺 因為頭髮不是太空空的 所以可能下一個人就會 真的 那幫我們說話了吧 所以說 妳一般 妳看不慣就剪 我都沒有頭髮 很幸福 對 因為我發現 她跟你們比較 就是很甜心 但是在一起之後 慢慢那個甜心的 都慢慢補見 比如說以前我生病 妳要吃什麼 我幫妳去買 或是 就是幫妳買粥 或是那些 如果現在在一起了 生病了 還是沒關係 妳加油 對 妳加油 好好休息一下 然後跟朋友出去 吃東西回來 或者是外送來了 妳能不能幫忙去哪裡 妳生病 對 特別說 妳去樓下幫我借一下 我在化妝 這些 所以台灣女生就是結婚 或是在一起之後變往後了 怎麼都不管 全世界的董事 不是就 台灣人比較嚴重 我可以補充一下嗎 以前我生病 我太太會買東西給妳 怕餓 或是要煮麵給妳吃 現在不是 是妳生病 她會問妳 妳餓不餓 然後我說 寶寶我不餓 我休息一下就好 我說 可是我餓了 所以妳會去買嗎 我還是會去買 還是要去買 我身體一直都維持很好 就是我病都不會太重 我病都不會太重 因為不允許 對 不允許 沒有堅強 只有更堅強 對 剛剛不是前面都在講我們好話嗎 對 沒有東西講 真的有點不習慣 沒有...她是講她老婆壞話 沒有嚇到她 我覺得我對廣大的觀眾 講我老婆壞話 沒有 我是很愛她 不會... 因為老婆是慢慢的讓妳習慣 因為妳沒有反抗 所以她以為妳沒有不喜歡 妳要對她好一點 她關鍵的時候 她還是會對妳好的 比如說我們做輪影的時候 對... 等一下... 對... 而且我覺得台灣女生 一個很大方的部分 就是男生就比較小氣 男生就是花了一兩百塊 也是真的 考慮很多 都是比較很多 但台灣女生是買自己的一些 保養品那些一兩萬塊 不要手軟 對 很大方 就是出國 要買什麼 要花什麼 男生也會花錢還不好 對啊 男生就是改車改課什麼的 花更大的錢 然後再來是台灣女生是比較 就是比較怎麼講 很容易換工作 比如說老闆就是罵 或者什麼樣 對 女生 就是比較玻璃心 跟同事吵架 她就有一天說 我不上班了 我決定不上班 法國人也是這樣 對 法國人不是都不上班 所以我剛剛講話說 法國人一直說 對 女人神奇算數法 美國人不登口袋 像我一個錢女兒 她可能錢沒有那麼的多 但是她硬要買 那種包包 然後她可能 我就說 這個包包六千塊 你錢夠了買嗎 她說沒有 這個包包才兩千塊而已 我說 她明明寫六千塊 她說因為以後 我用了幾個月 我就可以賣出去 買出去四千塊 才花了兩千塊 我就說 你的數學跟我學的數學 完全不一樣 她明明寫六千塊 好 再問大家認識台灣女生 之後有沒有發現什麼 就是讓你真的覺得 很受不了的 像我一個錢女兒 她也是會 她可能錢沒有那麼的多 但是她硬要買 那種比如說包包 超級 然後她可能 我就說 這個包包六千塊 你錢夠了買嗎 怎麼樣 你為什麼要買這個錢 錢已經很辛苦地來賺 她說沒有 這個包包才兩千塊而已 我說 她明明寫六千塊 她說 因為以後我用了幾個月 我就可以賣出去 賣出去四千塊 才花了兩千塊 我就說 這個 你的數學跟我學的數學 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為什麼台灣女生 那麼漂亮嗎 因為他們買什麼東西 都會讓自己開心 對 就會漂亮 你很棒 是不是 你被通話得很好 我都會想要催眠自己 是滿合力的 那我常常都聽很多人說 他們覺得在亞洲裡面 台灣女生是最漂亮的 你們認同嗎 覺得 對 台灣女生最漂亮 舉圈 真的假的 如果覺得真的還好 全部舉圈 真的嗎 你們是不是 我以為是 都看到我們這種 對啊 你們的環境 因為在演藝圈 不會看到漂亮 他們也會走在路上好不好 確實台灣女生 真的是滿漂亮 而且台灣女生 我覺得穿搭 現在越來越OK 是不是 對啊 都滿漂亮 所以Stella 你也這麼認為 對 我同意 因為我也有住過 菲律賓一段時間 然後我真的覺得 台灣的女生 比菲律賓的女生漂亮很多 對 然後像 我很喜歡你們的頭髮 就是黑色的很亮 然後又很多 沒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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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多嘛 然後很漂亮 我們台灣那個 荷蘭女生都是很細 很少 對 我就很羨慕你們 然後你們又是身材又好 可以一直吃東西 你才好吧 然後 然後像你們皮膚也是很好 這個你不能做回去 你也很好啊 好 對 然後他說 你們是因為保養才會皮膚好 沒有 你們真的是魔術衣服 我告訴你 對 因為我們是天氣比較濕 我覺得是衣服 我覺得是衣服 衣服 沒有 我覺得是保養衣服 潮溼有關係 因為你說去日本就很乾 然後它可能就會比較乾 然後它可能就會比較乾 有一點氣溫或什麼 或是會過敏 對 所以其實像希依天這樣 才是厲害的 你知道在那種乾燥國家 還會這樣子 對 台灣女生做什麼 還會做什麼 做台灣很久 做台灣很久了 做很厲害 對 可是我也贊成她講的 就是因為台灣女孩 是太自然美了 因為你知道嗎 像台灣不用化妝 前面講一樣 對 但是你們臉色就是不會長白 也不會 氣色那種都是很好的 是健康的 是啊 我們泰國 菲律賓 印尼 如果說不化妝 有兩種 我們東南亞有兩種 一個生病 另外一個吸毒 然後像泰國 菲律賓 印尼 如果不化妝的話 你們猜是什麼 吸毒 因為我們黑眼圈比較重 對 如果說完全不化妝按鈕 我也就是 這個一定吸毒 對 沒有辦法因為 以前 就是在十幾年前 我剛來WTO的時候 我其實也不太會 不會化妝也不會保養 就是自然美 我覺得我是美了 就是自然 你知道嗎 就是我的同鄉們 就是或者是 就是走過來 你也算全鄉裡面最棒 最漂亮 對 我覺得 對 但是走過去他們就問說 你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 毒品 真的假的 就是因為我們的臉色比較 就是皮膚比較黑暗 所以就看起來 然後又瘦 對 就是感覺好像 就是吸毒的人 可是如果說越南呢 越南也是我們亞洲的 但他們很白 他們很白 可是他們不化妝 我覺得很像生病的 還有台灣女生就是 笑容一直掛在臉上 所以你會覺得很漂亮 對 我覺得以後可以 今天真的 你怎麼騰空 被講到騰空起來了 真的 我覺得真的很謝謝大家 這麼喜歡台灣 這麼喜歡台灣的女生 真的 但我們知道我們自己 有什麼缺點 我們還是會盡量改 現在改不了的 我們還是會持續 沒錯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女生 其實都有她的優缺點 對啊 不過最美的那女生呢 就是你轉過身 在你旁邊的那一位 好不好 好 來 她就好了 OK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拜拜